男人爱捏花惹草就像猫爱吃鱼 是男人与生俱来的特质 男人爱美女 同样女人也喜欢帅哥 女人们常常会说男人都比较好色 但其实女人一旦好色起来会更加可怕 特别是女人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聊天的内容会比男人还要大胆一些 好色的女人大多都比较精通男女之间的事情 更善于掌控男人的心理 以至于很多男生总是会上当受骗 很多时候女生好色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即使有了喜欢的人依旧会如此 生活中常常会有这样一种女人备胎无数 聊男人无数 对待感情也总是很乱情 这样的女人 男人娶了注定会穷苦一生 所以很多时候男人跟女生相处 要多细心一起 因为在擅长伪装的女人身上 也总是会露出破绽 一个女人是否好色 看她这三个隐私的地方 聪明男人一眼看破 很多人常常会说 一个人生活的样子 就可以看出她最真实的性格 所以一个女人是否好色 从她的私生活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女人性格的原因 大多女孩都会比较腼腆一些 所以正常的女孩子私生活都会比较干净 她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状态也会比较纯洁 但是有些女人的私生活总是杂乱无章 一场好玩 而且性格也格外开放 这样的女人 她的生活中总是会有着很多异性 并且会有着不同程度的暧昧关系 越是这样的女人 她的私生活会有很多异性朋友 跟异性相处的时间会多于同性 这样的女人大多都比较好色 感情也只是她的一场牛戏 这每个女人而言 都会有着自己最好的闺蜜 以及关系很好的玩伴 除了工作 大多数时间都会跟这些人在一起 所以很多事情受朋友闺蜜的影响 也会潜移默化 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 什么样的人会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即使刚开始性格不同 但随着时间也会变成同样一种人 当一个女人的闺蜜大多都比较好色的时候 这个女人基本上也逃不开真相定律 特别是当一个女人的完蛋大多都是异性的时候 这样的女人基本上都比较花心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但凡是女人有了这种表现 男人就别再傻傻去爱了 微信是人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 也是异性之间联系感情最好的东西 女人想聊一个男生的时候 也总是会在微信以及朋友圈上各种暗示 特别是女人都喜欢从朋友圈中表达自己的生活状态 以及自己最真实的心情 所以很多时候女人的微信 往往可以看出来女人的品质 当一个女人来的微信 总是会同时撂着很多异性朋友 而且聊间内容也总是充满暧昧的时候 这样的女人大多都比较好色 越是这样的女人越会喜欢发朋友圈 她会经常发一些个人自拍 而且总是会加上一些小哥哥好帅 想脱单之类的话 这样的女人 十有八九都比较花心 男人别再自讨苦吃了 爱情会让一个人迷失 也会让一个人找寻幸福 但幸福的结局需要遇到对的人 很多时候男人一定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要学会分辨女人 但凡是有这三个表现的女人 男人都要考虑清楚 遇到对的人 要学会珍惜 在情感的世界里 有一些男人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俘获女人的芳心 她们用独特的方式和魅力 轻而易举地让女人难以抗拒地沦陷 心甘情愿地成为她们的爱人 愿意倾听的男人 一个女人是否愿意向一个男人敞开心扉 倾诉内心的秘密 往往取决于这个男人是否愿意真诚地倾听 当一个男人愿意全心全意地聆听女人的诉说 关注她的喜怒哀乐 感受她情绪的每一次波动和起伏时 女人原本紧闭的心门就会悄然打开 倾听是爱最朴素的体现 愿意倾听的男人 总是用一颗宽容和包容的心去接纳女人的一切 她们有着令人舒心的耐心 愿意不厌其烦地聆听女人所有的心事和烦恼 给予理解 给予支持 给予鼓励 她们愿意成为女人的避风港 让女人能安心地倾诉 尽情地喧气 在倾听的过程中 她们不急于评判女人的对错 而是努力去理解女人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 她们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女人 让女人感受到被重视 被呵护 被疼爱的温暖 在这样贴心而细致的倾听中 女人会真切地感受到男人的细腻和温柔 那层层叠叠包裹在心上的坚硬外壳 也会因此而渐渐瓦解 渐渐融化 一个真正愿意倾听的男人 往往更容易走进女人的内心深处 成为她最幸运 最依赖的那个人 因为倾听 代表着理解而被理解而被理解 正是每个女人内心深处最渴望的东西 支持梦想的男人 每个女人的心中 都藏着一个美好而盛大的梦想 无论是事业的追求 还是生活的冲击 女人都渴望身边的男人能给予支持和鼓励 当一个男人愿意支持女人的梦想 愿意成为她追梦路上最坚强的后盾时 女人的心就已经开始悄然融化 溶解支持梦想 是爱最有力的证明 愿意支持女人梦想的男人 总是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女人的才华和潜力 他们相信女人的能力 鼓励女人要勇敢地去追逐内心深处的渴望 当女人在追梦的路上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这些男人会给予最坚定的支持和最温暖的鼓励 他们愿意成为女人最可靠的港湾 与她一起分担追梦路上的艰辛和压力 共同寻找解决困境的办法 在这样一个男人的支持和鼓励下 女人会变得更加自信 更加勇敢 更加坚定 他们在追梦的道路上将不断前行 在理想的指引下走向远方 抖时也在爱情的世界里 收获了最美好 最幸福的感动 一个真正支持女人梦想的男人 必定能赢得女人由衷的爱和发自内心的尊重 因为她不仅爱女人现在的模样 更爱女人未来的风采 她不仅爱女人的现在 更爱女人的未来 懂得经营的男人 真正的爱情 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 也不是荡气回肠的山盟海誓 而是藏在柴米油盐的点点滴滴中 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 懂得经营生活的男人 往往更容易俘获女人的芳心 这些男人深深地明白 爱情是需要用心呵护的 需要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不断地雕琢 不断地酝酿 他们愿意在生活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为爱情增添属于彼此的专属色彩和温度 他们会在你晨起时 也会在你晨起时 地上一杯芳香四溢的咖啡 会在下班后 亲手下厨 为你烹饪一顿美味而可口的晚餐 他们懂得在纪念日账的特殊时刻 为你准备一份惊喜 哪怕是一朵不起眼的小花 一句温暖的问候 懂得在你生病时 悉心地照料你的起居 为你端茶地水 虚寒温暖 他们会记得你最爱的那个牌子 无论是口红还是香水 都会为你背上 会在约会时 会在约会时 为了你特意装扮成你最欣赏 最喜欢的样子 爱在这些男人的精心经营下 变得丰富而充实 变得温暖而踏实 女人在这样的爱情里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她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心 交到这个男人手里 这个懂生活 懂经营的男人 在柴米油盐的烟火器中 经营了爱情的男人 总能在不经意间 触动女人心弦上最柔软 最敏感的地方 女人会在不知不觉中 去依恋这样的男人 依恋这样的男人 舍不得也不愿放手 哄是一个有趣而特别的字眼 她意味着春风话语般的感化 意味着润物无声般的静润 更意味着循序善诱般的引导 当一个男人又倾听 这次和经营这番种方式 去哄一个女人时 女人原本坚硬 冰冷的心房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层层瓦解 等到她察觉时 才发现自己已经在爱情里 越陷越生 难以自拔 当然这里所说的哄 哄 绝非欺骗 也绝非蒙蔽 最高明最理想的哄 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真爱 应该是出于本能的付出 只有当一个男人真正懂得倾听 支持和经营的可贵 懂得用心去做这些事情 才能收获女人最真振 最炽热的爱 使用真心去打动女人的心 才能让爱情之树长青 让爱情之花长开不败 爱情是一件需要用心经营的事业 是一件需要悉心呵护的事业 愿所有真心相爱的人 都能在这场爱的修行中 携手通行 彼此包容 共同成长 彼此守望 愿倾听支持和经营 能成为每一段感情的底色 让彼此的爱情历久迷心 让彼此的感情经了起 岁月的风雨考验 也愿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爱情长存 异性相处 有许多的事情 是我们所意料不到的 尤其是感情里的事情 更是在乎许许多多的细节 这些细节 或许是一句话 一个眼神 或许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都能透露出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 当两颗心在不经意间靠近 他们会通过无声的肢体语言 传递出比言语更加真挚的情感 女人的肢体语言 更是如同一本细腻的情感日记 记录着他们内心的波动与变化 当一个女人开始对你有好感 她的身体会先于语言 向你传达出那份难以言说的情感 这些肢体语言 就像是爱的信号灯 在默默地照亮你们之间的感情之路 当女人对一个男人动情时 她的身体会比她的嘴 更先表达出内心的感受 你会发现 在不经意间 她总是试图与你产生肢体上的接触 这并非是她刻意为之 而是一种本能的驱使 是她心中情感的自然流露 这种接触可能是轻微的 如手指的触碰 或是在交谈中无意识地靠近你 她的这些举动 就像是春风拂过湖面 虽轻柔却足以在心湖上荡起层层涟漪 她的每一次触碰 都像是在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你 她的心已经向你敞开 期待你能走进她的内心世界 这种无法控制的肢体接触 是她内心深处对你的认可和接纳 她的身体在不经意间向你靠近 是因为她的心已经被你吸引 你的存在让她感到安心和温暖 这是她动情后 身体自然而然产生的反应 是她对你的感情最真实的写照 女人在动情时 往往会在心仪的男人面前 显得紧张而手足无措 这种紧张并非源于恐惧或不安 而是因为她对你的重视和在乎 在她心中 你已然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存在 她害怕自己的言行举止 会在你面前显得不够完美 她的紧张可能表现在多个方面 如语速变快或变慢 声音变得颤抖 或是频繁地整理自己的衣物或发思 这些小动作 都是她内心紧张的体现 也是她对你动情后 无法掩饰的表现 她可能会因为紧张而说错话 或者在你面前表现得过于拘谨 但这都是她真情的流露 她的手足无措击 就像是小鹿乱撞般的心跳绳 虽然有些慌乱 但却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和对爱情的渴望 她在你面前的每一次失态 都是因为她想要在你面前 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却又害怕自己的表现不够完美 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让她在你面前显得既可爱 又让人恋爱 当一个女人对你动情时 她会经常看着你发呆 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傻笑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温柔和憧憬 仿佛在你身上 看到了她所向往的美好未来 这种发呆和傻笑并非她刻意为之 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 她看着你的眼神 就像是星辰璀璨的夜空 深邃而迷人 她的傻笑 则像是初春的阳光 温暖而明媚 她的这些表现都是在告诉你 你在她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她对你的感情已经是闹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这种肢体语言 是她内心真实感受的写照 也是她对你动情后最直接的表现 她在你面前的发呆和傻笑 都是因为她已经被你的魅力所吸引 无法自白地陷入了对你的思念和憧憬之中 感谢观看